再来看的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东部战线节节败退士气陷入低迷 民调显示57%的乌国民众 希望政府跟俄罗斯进行和平对话了 总统泽伦斯基星期三前往国会 向议员们提出胜利计划 并且希望借着演说能够提振士气 泽伦斯基也向北约跟欧盟推销他的胜利计划 不过西方国家认为部分的内容不切实际 乌克兰成立无人机部队 专门轰炸俄国境内的弹药库 近期则是战果丰硕 乌军期盼西方解除武器限制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美国则宣布对乌克兰再增加4.25亿美金的军援 仍然禁止在俄国境内使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三前往国会 向议员们提出胜利计划 今年以来乌克兰东部遭俄军蝉食侵吞 乌克兰战线不断向后退 而且冬季即将来临 能源短缺又将重业 也让乌克兰民众对战争感到疲乏 民调显示 57%的乌克兰民众 希望政府与俄罗斯进行和平对话 泽伦斯基也想借演说提振士气 胜利计划的内容主要有五点 包括乌克兰希望正式收邀加入北约和欧盟 西方解除武器限制允许用于俄罗斯境内 各国与乌克兰一起生产武器 这些都必须由西方盟友支持才能达成 而最终目标是创造能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 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也将回报盟友 让西方开采乌国天然矿物资源 乌国军方也能加强北约的安全 替代部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泽伦斯基今年首度副国会演说 场外大批失踪军人家属聚集 向政府抗议 他们对胜利计划缺乏信心 俄罗斯政府更是对这项计划吃之以鼻 还要乌克兰政府行行吧 中四泽伦斯基还要向北约国防部长 以及欧盟领袖们推销胜利计划 西方国家认为计划部分内容不切实际 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再次重申 战争期间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又占领多个城镇 俄军插起的区域越来越多 乌国当局周二下令东部库普杨斯克的居民撤离 俄军地面攻势不可挡 乌克兰则是善用无人机攻击 9月底乌国无人机闯入俄国东南部 朝军事基地袭击 当地居民惊恐呼救 俄军出动防空系统拦截 但仍然遭到轰炸 乌克兰国防情报署成立无人机部队 专门执行大规模攻击 主要目标锁定俄罗斯弹药库 据信都是由伊朗所提供的飞弹 部队指挥官表示 攻击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迅速 采取打带跑战术才能保命 部队在几天前就计划好攻击目标 经过反复演算和设定数据 在某个深夜让无人机升空 CNN记者全程记录攻击行动 当天主要是摧毁距离乌克兰边境 640多公里 俄罗斯西南部的一个军火库 他们首先设计出避开雷达的路线 然后派出诱敌的无人机 掩护真正的攻击机 最后成功击中目标 无人机部队表示 在俄罗斯境内成功达成的任务中 他们就占三分之一 9月底他们轰炸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大型军火库 引发大爆炸 摧毁数百枚的炮弹 几英里之外都能看见 指挥官表示 如果美国能解除武器限制 他们在俄国境内的攻势会更加有威力 周三美国宣布在提供乌克兰4.2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 但仍然禁止在俄罗斯境内使用 TVBS新闻总和报道